鉴别圣德的即位 拉针 这段时间,网上大量出现大圣德大菩萨的称号,产量还越来越高,可是一拿出来质量检验,我的天哪,千分之999都是伪劣产品,可就是有那么一些渔玩者口口声声说某某人是大圣德,或他的师父某某是什么大菩萨, 甚至听到百无异能的人大言不惭称他早就知道自己是某某大菩萨化身云云,前几天翻开几本现在的所谓佛书,又是一堆当今的这个大圣德那个大菩萨,更可笑的是有些无知人还整天张菩萨,李菩萨的称呼那些会胡乱边讲几个佛教术语的人,好像这儿已经不是末法时期的娑婆,而是极乐世界,菩萨圣德满天飞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威力众生正见的开肤,是该好好讲讲关于圣德的问题了。 什么是圣德? 所谓圣者,只要正入涅槃,身心脱离了六道轮回,就可以称圣者。 因此圣者的层次非常的多。 罗汉、菩萨、佛,都是圣者,但这三圣圣者的尽量差距非常之大。 罗汉虽然是圣者,却不能称圣德,因法执未断,德境不够崇高,量境有限固。 所谓圣德,是建立在正德涅槃的圣者基础上,生发大悲菩提心,无私无我无之法,以度化众生成就解脱为己任,因而具有无相菩提的德格,如此得境的菩萨方可称圣德。 具体一点,罗汉分四果,出果虚陀环就可称圣了,二果斯陀汗,三果阿纳汗,四果阿罗汉。 这四果罗汉圣位是生文,原觉二圣所正,已了生死正涅槃,我执已断,法执仍在,慈悲,入出完菩提,未生智慧。 他们生死自由具备六大神通法力,但因为不具智慧,讲经说法往往错漏,不能圆容正解佛陀法义。 因而在形化度生方面尚有诸多欠缺,尤其是出二果罗汉,仍有生死捆腹,虚陀环受七生七死方。 德漏尽,司陀汗受益生死,阿纳汗正不还果,阿罗汉位才彻底脱离生死束缚。 因此,罗汉们的本事虽大,但相比于菩萨,其剑帝和德净层次仍欠佳,尤其在引导众生成就方面,力量薄弱,且很难成功,易于偏离正剑,在五名上有成就,但属于出完不化的境界。 罗汉以上是菩萨,菩萨分实地,从初几喜地至地师法云地。 菩萨已了生死正涅槃,断我执,剑断法执乃至彻底断除法执,菩提心已聚,智慧已生,极地愈高智慧愈圆容。 这十地菩萨都是当然的圣德,德净崇高,净量宏大,但是他们每一地之间的正量差距非常的大。 这种差距不是我们算学数字一加一等于二的概念,而可以形容为成立体几何倍数增长的正量差距。 二地菩萨的净量,初地菩萨完全无法比,也无法了解,正所谓初地不知二地是。 十地菩萨的净量对于初几地菩萨来说就只能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了。 如《瑜伽论计》中说,菩萨第十法云地中不可思议之行,一切众生生闻辟之佛从初地乃至住九地菩萨所不能及。 凡菩萨都具有超越凡人的相应五名。 十地菩萨以上,即十一十二地菩萨为摩赫萨,严格来说,摩赫萨才能称大菩萨大圣德,摩赫明大,愿大,行大,度众生大。 也有的论说将七地以上菩萨称为大菩萨摩赫萨,但无论如何都是得净正量相当宏大的菩萨摩赫萨,方可称大菩萨或大圣德,而不是智慧未原,五名未权,法职残存的罗汉和初几地菩萨就可以称大的。 摩赫萨以上是等妙觉菩萨,等于佛妙于佛,如观世音菩萨,文书菩萨。 等妙觉菩萨以上便是无上正等正觉三身四至圆满与宇宙同体的佛陀,这些名词术语说起来似乎简单,每个所谓的法王尊者仁波且大法师都可以抢夺这些名词外衣披在自己身上,但不知大家仔细掂量过其中的内涵没有。 罗汉菩萨不只是几个名词而已,这种称谓所代表的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神通、智慧境界。 且不说菩萨,仅一个罗汉是什么境界大家知道吗? 罗汉具备六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族通、宿命通、漏尽通。 这六通是什么意思? 说一懂一点,就是能做官环与万象,耳听辽远时方,小了众人心思,刹那行走万里乃至虚空飞行往来于诛沙国土之间,可前看三百年往事,后观五百年未来,我这还只说到一部分,六通之间相互交融又有诸多变化,那是何等了不起的本事呢? 释迦佛陀帅众罗汉去南国,度众生的时候,罗汉们是怎么去的? 虚空神族飞行且变化而至。 大爱道比丘尼带领的五百笔。 丘尼都是罗汉果位,那是什么正量? 空中坐,空中站,空中卧,全身放光,出火,出水及各种变化。 阿罗汉,木剑连尊者可从娑婆世界一身手到三十三天,阿罗汉加业尊者可以站到须弥山顶召唤十方释迦佛弟子集结佛经,其声便传三千大千世界。 再看我们现今那些号称大菩萨,法王,尊者,仁波且,大法师,大居士的人,哪一个有这些本事? 连出过罗汉的本事都没有,最多是一个善知识,还多半都是喝高了的善知识,竟然厚颜无耻地称大菩萨。 凡此妄称之举均为妖孽邪行。 佛弟子们,不要把佛陀的佛法看得那么廉价,不要再侮辱佛法了,动不动就供奉这个是大菩萨,那个是大圣德,你们去读一读经书,读佛说佛地经,佛说实地经,看看大菩萨摩赫萨应该具有何等经人的正量,且不说。 摩赫萨,出地菩萨就可以将一个身体化身为一百个,能动百世界,能往百沙土,能照百世界,成就百友情,能助寿百节,于前后继各能入百节,于百法门能正私责,视线百身,这还只是出地菩萨,可想而知大菩萨摩赫萨乃至无上佛陀会有怎样无法思议的尽量,怎么可能是你们眼前那些六根离不开六尘的凡夫俗像。 连让一根头发自己动的力量都没有,还动什么百世界?几面墙就把他堵得死死的,还去什么百沙土? 眼耳鼻蛇身都锁死在凡夫区壳里,到底这些愚痴无能的凡夫凭了什么可以称大菩萨? 末法时期的娑婆世界,罗汉都找不出几个,哪里来的那么多大菩萨? 真有那么多大菩萨,蓝台印证的两千万美金早就被仁德走拿去修庙了,哪里会好几年了那两千万还原封原样在那里,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而且伟大! 的第三是多洁枪佛说,蓝台在等菩萨,不是摩赫萨。 这其中的含义还不能让我们深思吗? 竟还有人说自己是观音菩萨,弥勒菩萨,那就请你把蓝台印证的物中石做出来嘛,菩萨就已经具备五名了,更何况观音弥勒两位老人家,一个古佛,一个最大的摩赫萨,拿点石地菩萨的五名正亮出来,网雕塑石洞里放点恒久不动的祥瑞雾气应该是手到擒来,怎么可能不行呢? 如果做不出来,你就闭嘴,老实做你的凡夫行人,不要不知羞耻狂惑你的弟子们来侮辱佛菩萨的圣号。 是不是圣者,是哪个等级的圣者,那是必须经过正量考核印证,而不是自己说了,或者凡夫行人们推举了就算数的,从古至今都要考核。 当年阿南尊者说自己正道了,家业尊者便考核他,让他从锁孔进门。 显教各派历代成就者 正道以后,也要找高僧印证,这种印证其实就是对其所正圣量的考核,也从来没有谁自己说是什么圣者菩萨就能算数的。 秘法更是如此,从连诗时代开始就要进行考核,阴明三之论起变考核,师资考核,成就圣量考核等等名目凡多的考核修法, 尤其是金刚阿奇黎,必须通过考核鉴定向众生证明其拥有什么尽量等级的金刚力,以公众生责法一指。 金刚力的考核有很多种法度,马尼石,金刚丸,头花坛城,菩提圣水,格石剑坛等等,都是自古就有的金刚力测试法, 只是这几十年来,有很多妖魔和凡夫混在大德队伍里,如前所述于木混珠都成了大菩萨,为了遮掩自己的无能他们将这些考核鉴定法本,隐藏起来,才渐渐演变成了今天这种自称或弟子们公推称圣的妖丈荒唐格局。 这些凡夫冒充的假圣人,为了证明自己有点金刚力,经常弄,一个石头上留手脚印的事情出来,现在好像任谁都以石留手脚印,我以前说过,这根本就是没有现场公众见证的东西,不足以为信。 真正的金刚力考核,至少要七师时证,总之现场见证的人越多越好,应试者必须当众展显出金刚力,将自身修成的金刚力附着在斗力大小的金刚丸上,使无情法物金刚丸能自行运动变化。 又如彩沙,经大圣德修法金刚力会弹,彩沙化成的弹成图或种子字能从石板上面穿透进入石下密闭的曼达盘中,并将石面上规整的种子字或弹成图案建立在这个曼达盘内,这就是格石剑弹金刚力,这是十地以上摩赫萨大圣德才能具备的金刚力,能将外四大空气自如。 再如金刚丸在具有金刚力的圣者手中,可以自己颤动游走,腾空穿梭乃至穿墙入壁,隐漠不见。 而金刚丸运动变化状态的不同,又清楚地表现出修法者本身的正量等级。 今天,拉针便依于正宗法义,将以金刚丸为表法主体的金刚力考核,他所代表的各种圣者等级,清楚告诉大家,妄行人能依此建立责法的正确标准,树立正知正见。 罗汉 声文 原诀分正四果,出须佗环,二思佗环,三阿纳汗,四阿罗汉,匹之佛。 罗汉为金刚力表现,苏醒,初醒,颤动金刚力。 金刚丸依附于地表或物体表面,盖上透明法波,金刚丸于中自行颤动或游走。 其所证果位高低可依金刚丸颤颤动游走的强弱状态来判别。 这就是罗汉的正量,罗汉非菩萨,冒称菩萨即是造大妄与罪。 罗汉可以称圣者,善之使,但非大圣德。 菩萨 菩萨共识地,初欢喜地,二离构地,三光明地,四宴会地,五难圣地,六县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上会地,十法云地。 菩萨为金刚力表现,明镇大动金刚力。 金刚丸放于他人手中,菩萨能幻动金刚丸应声跳跃起舞,而且金刚丸于一法波空间面积中,必须自行腾空离开地表或物体表面。 菩萨的金刚力,必须是金刚丸腾起悬于密闭的透明法波空间,自行飞旋穿梭上下回环,速度飞快,但多见不处碰到法波壁。 其菩萨地位高低可依金刚丸腾空后运动状态的强弱,速度快慢及其轨迹变化的多少来判别。 菩萨是当然的胜德。 摩合萨 十一十二地大菩萨 摩合萨金刚力表现,任运无碍金刚力。 不仅可使金刚丸自行腾空飞旋穿梭,且一声响亮,金刚丸穿入封闭的透明法波,悬空飞转后刹那无影无踪,当即穿出法波外,进入十地以上菩萨图弹曼陀罗中央,而法波完好无损。 此种正地的大菩萨理所当然的是大圣德,但还不一定是真正的大摩合萨,真正的大摩合萨必须施展格石剑谈金刚胜利的表法,这是必须的,否则即非大摩合萨。 以上所列为法定标准,修到哪个成就国为基地,便具备纳一等级的相应金刚力,金刚丸的运动便呈现与其修正等级相应的状态,无多无少,因果使然,确定等级。 行人们,记住现在是末法时期,圣者菩萨寥寥无几,则法须当依于法义,甚之又甚。 大菩萨大圣德的名号不是世俗的恭维客套用语,不可以见人就奉送,不经见。 别乱认菩萨圣德,犯清漫佛法罪。 而受撑者若不具备与大菩萨大圣德相应的金刚力正量,却心安理得受此称谓,毫无惶惑羞愧,甚至公然冒称自己乃某某大菩萨,则犯大妄语皆,狂惑欺诈众生,是圣的将结金刚地狱,主,恶果,是凡的将结无间地狱恶果。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有的法师或仁波且,行持谦虚内敛,德品高洁,大悲为本,虽未能展显金刚力不确为圣者,然乃善知识或贤者僧,也是众生学习的楷模。 其实能做一个善知识,贤者僧已经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了,能以纯净高尚的德行感化众生学习佛陀的法因法义,已经功德无量了,可有些人总是对做个善知识贤者僧感到不满意,一门心思要把自己弄成大菩萨。 想做菩萨是好事,但那要经过纯净如法的修持才能最终达到,菩萨圣德的称呼。 不是商家的招牌怎么夸大乱用都无妨,那必须要拿达到法定标准的金刚力正量去换得,不是自己随便说了算的呀,不够格就是不够格,强称无用的。 别说一般行人不够格,就连当今世界诸多HH级的大菩萨,HH级别的菩萨,号称Venerable即位的尊者等等,其实大多数都是名不符实的过高标称,有许多HH级的大菩萨,连Venerable罗汉尊者的级别都不够,因为他本身就不具备罗汉正果,严格一点,有的可能连善知识的水准都没达到。 再举一时立即可见全班,藏密宁玛巴总法王敏宁赤钦,长期处于孟瑜伽定中,全藏各派能实际超越敏宁赤钦法王正量的找得出几个。 然而,敏宁赤钦法王也才是阿罗汉阿南尊者转世,和他相比,称一下你自己的金两,你算什么? 本是那么厉害的宁玛巴总法王都才是罗汉,你又听什么本是能称菩萨圣德? 老实行迟,不要虚荣妄求贪大。 中国北方有句俗话叫,没有那金刚传,就别懒那瓷器活,滔滔不绝以表显自我或贪图力养为目的,生,大我慢,妄称大圣德菩萨,结果自己又什么本是智慧都没有,那样会把自己和弟子们都逼到地狱里去的,切记。 祝,金刚地狱,为泛界内密金刚种子圣者,受苦暴之处所。 它与无间地狱的不同在于,无间地狱乃凡夫受暴处,受暴完毕的众生,出来后继续于六道轮回流转。 而于金刚地狱受,苦暴完毕出来,其圣位不变,神通正量依旧。 然而,金刚地狱之苦壮丝毫不逊于无间地狱,其苦无比,其苦无见。